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床商会8月6日至8日 一年三日在亚博馆举行2021公展会购物节 公司有250个摊位 除了有休闲食品区、健康阳生区、生活家品区和服饰美容区 还第一次加设宠物保健区 床商会会长史立得预计 可以吸引3至5万名市民入场 直逢政府的第一期电子消费券8月1日开始派发 史立得预计市民有什么反映 因为去年公展会没有举办 今次的三日是一个试验 在室内,我刚才说了 30年都未能办过在室内 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再加上第一期的消费券将会在8月1日发放 在这个情形下 我很相信公展会购物节将会蒙發起报复式消费 刺激在零售市至复苏 销售颜额 在我們预计 希望再多數 đi 分别一下 我看周简单有数千万多厢獲额 为了鼓励市民接种疫苗 接种至少一枝疫苗的 市民就可以免费进场 并获得一份礼品 由参战商预计 入场市民大多数都会使用电子消费券 他们对营业雅都充满期望 我都知道公展会原本在维多利亚公园 那么大规模 大家一家大小可能圣诞节的时候会去走 今次换了做公展会购物节 我相信香港人请有一段时间 不可以出外游 留在香港来说 我觉得都可以当他们一个weekend的节目 大家一起去感受购物的开心 今次大会设置了新的宠物保健区 我相信营业雅我们看上两次的宠物节 加上今次的规模成的比例 我们希望目标是有七位数字 我想都会便宜多10% 跟上次以前那些货不同 其实我们就希望三天 加上都可以做到接近六位数字